任務非常的艱峻 我覺得公務人員要做好事情 必須要民眾來監督 環保團體來監督 那我曾記得我剛出任公務人員的時候 我在清水鎮工作 那時候因為清水鎮也是一個紅桃墜位所在 雖然早期它是一個算蠻發展的 但是有一天有一個農民默默的 就是來問農業課這一邊 來希望申請政府一些補助 可是我會台的同事 就跟他講 這不是我的事 這不是我的事 這你要找飯的東西 事實上那個就是隔壁課的工作 結果那個農民就很落寞的離開我們這個地方 我當時就覺得說 事實上公務人員應該是一個服務業 那我也是用這種的自趣 這種的自我期許 那剛剛夏珍講的是說公務人員是 機關是靠航的地方 然後那個委員講的 他說這個公務人員不可盡興 但是我覺得公務人員還是可以有值得尊敬的地方 但是我跟淑娟的認識 是在應該是吵架認識出來的 最早是一個湖山水庫的開發案 我們在這個現場 然後在第二個場合是 就是在高品大福的環品大會上面 我記得他用那種血眼看我 他認為我這個官員 絕對是跟環品委員有某種的 私底下Undertable的交易 我跟他講 我別人不敢講 我不會做這個事情 但是他不相信我 他還認為說 我一定會最後得到這個勝利 那當然我認為 任何一個議題都不是誰得到勝利 比如說我們今天在談的這個陽光 這個水的這個議題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我大學的時候 我們台灣環境變得什麼狀況 我的子女有一天跟我講說 他要去找金魚草 我說金魚草 舅舅隨便帶你去找 到處都有 然後你先把功課先寫好就好 他說你聽我的話去做 結果等到我後來 他把功課寫好下午兩點多 我載他去我們周遭的郡路 去找金魚草 這個在我小時候隨處可見的這個金魚草 完全找不到 方圓差不多十公里裡面 完全找不到 剛剛那個PPT上面有一張照片 是空氣的照片 那個很霧茫茫的那個部分的那個照片 那張照片我自首 那張照片是我拍的 有一天好我從這個 我出台之後我起來 我往窗外放 就是這樣的傾向 我就趕快就跟他講說 我以後我身在這個北京 我們台灣的環境竟然成為這個樣子 那談到這個記者的工作 我覺得我們當然很希望 公認把事情做好 但是我們也希望說環保團體的人 來給我們一些監督 當然我覺得說記者他不但是可以報道 當任官員跟民眾之間的一個橋梁 他還可以改變一些事情 比如說在0206的時候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天一早上 一陣那我跟北部的媒體朋友聯絡的時候 他們趕快來寫這個稿 可是中南部的記者完全往那個地方去 那個時候剛好就要年假要放假 事實上他們是為了把這個真相報出來 然後就是這個 我是覺得說 我當下午就發了簡訊給說 我認識的媒體朋友 我希望說 你們這個要記得要吃飯 可是最後有一個人跟我講說 他那天寫完稿 回家根本連爬上床睡覺的力氣都沒有 這就是我們看到的這個記者朋友 那我覺得他選擇一條人少的這個路 這個路比較安靜 可以回想一些事情 他談了幾個問題 水跟空氣跟土地 但是我認為淑娟是台灣環境議題的陽光 那陽光、空氣、水 就是我們生命的這個三大的部分 為什麼我說是陽光 只要是被他關注到的這個議題 那絕對是有真相出來的 除了這個之外 他就像一個陽光一樣 因為也帶給我們生命令 所以只要我們看到的環境的議題 他所寫的每一天的報導 不是只有批評 他有提出來 我們希望要改善的地方 這書裡面有講的說 幸福的水台灣 是希望我們要見過一個台灣 幸福的這個願景 所以他像陽光一樣溫暖的 包括我個人的心 當然我也希望說他持續來監督我 那要罵要怎麼樣 隨便你 今天非常的榮幸 能在這裡認識大家 然後也看這本書能出版 然後希望說大家 將來還有第三本 第四本 第N本書可以出來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各位所長 你當時沒有注意到我 高評大吳的時候 我是正眼瞪他 不過這真的是 其實在公務部門 他們的脾氣都很好 這真的是好修為 可是有些公務部門 他會跟我們環保團體吵架 那種我們絕對爬不高的 像他們這種修為很好的 你看他漸漸的往上走 所以我說那是未來的黨明星 好 謝謝